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 这期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饲养过的一些中小型鹦鹉 有常见的虎皮、牡丹、玄凤、和尚、西密 还有少见的几种鹦鹉 太平洋、横斑、光辉、节梗、玫瑰 如果你准备饲养一只小鹦鹉的话 又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 好了,我们开始吧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都是从虎皮鹦鹉开始喜欢鹦鹉的 因为虎皮鹦鹉很常见,而且容易买到 我记得我的第一只虎皮鹦鹉是在我们这里的集市买到的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想给自己买个玩具 但是不得不说,真的很适合新手养 首先很少见有虎皮挑食的 真的是你给什么,吃什么 所以他们的身体都很强壮 雌雄分辨也简单 只用看鼻膜颜色,基本就能分辨雌雄了 而且很容易繁殖 虎皮鹦鹉的性格活泼 你随便给个东西,它都能玩得很开心 而且有开口讲话的几率 虽然几率很小 这个得看个体的智商和性格了 总之,它的优点就是身体素质好 不容易生病 食谱简单,不挑食 它的缺点呢,就是智商相对其他的小型鹦鹉不是很高 特别是母鸟,经常会攻击人 亲人的程度不如常见其他小型鹦鹉 而且记性比较差 不但不容易训练,还不懂得保护自己 很容易出现自我伤害的情况 虽然可以近人,但是不亲人 很适合上班族,或者空余时间不多的人饲料 那牡丹鹦鹉呢,牡丹鹦是我一直在饲养的 现在也有养 也是我接触的第二种小型鹦鹉 养牡丹鹉纯属意外 前几年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发布了一个我要交换珊瑚的消息 然后我的一个还有就说 我用一只鸟换一个珊瑚可以吗 我当时还回给他说你有病吧 结果有病的那个是我 回家之后呢,我就越来越喜欢他 然后就开始研究牡丹鹦鹉的习性 其实牡丹鹦鹉也很好饲养 在前期节目介绍过牡丹鹦鹉入门饲养 这里就不多说了 只是顺便和虎皮鹦鹉比较一下优缺点 首先牡丹鹦鹉的智商是比虎皮高出不少 反应速度很快更灵活,警觉性高 喜欢欺负其他的鸟 典型的欺软怕硬 羽毛的毛质给人视觉感觉好 所以个人觉得牡丹鹦鹉更具观赏性 不要着急,说完了优点 那么还有缺点 如果你带回家的是成鸟的话 那么它很难和你建立关系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建立 在还没建立关系好之前 注意它咬人是很疼的 但是从小养的话它会很黏人 牡丹鹦鹉的叫声很多人接受不了 会和人的耳膜产生共振 刚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安静个两三周 之后会吵翻天 而且我们家的牡丹鹦鹉每次在我讲电话的时候 我讲一句他叫一声 我不讲他不叫 感觉就像他想和电话那边的人讲话一样 你指望牡丹鹦吹口哨讲话就不要抱希望了 基本不可能 最后就是很关键的一点 我也不知道算是缺点还是优点 牡丹鹦的开门能力在小型鹦鹉里面绝对称得上是No.1 所以如果是龙羊牡丹鹦的话 一定要把龙门扣住了 这同时也反映出了它的智商有多高 你不管怎样把龙门关上 只要没有锁死 它都会想办法打开 只是时间的问题 它一定会打开 我们接着下一个聊玄凤 玄凤鹦鹉它是属于中小型鹦鹉 所以饲养空间相对要比虎皮鹦鹉的要大 玄凤的优点就是亲人的程度比较高 强烈建议守养 适合有时间有耐心的人养 龙养虽然以后会逐渐变得亲人 但无法根除咬人的习惯 始终对主人有一定警觉性 玄凤的胆子很小 很少刻意咬人和招惹其他的鹦鹉 除非你吓到它 或者让它感觉到危险 玄凤吹口哨是很不错的 龙的比母的吹得好 而且龙的音色会很多变 就是音乐感比较强 感觉带旋律不是乱叫的 整体来说不是特别吵 但也需要看个体 长相算是中小型鹦鹉里面比较有特色 就是因为头顶的关 它的缺点其实是比较少的 但是比较明显 就是它的鱼粉比较多 特别是在它抖翅膀的时候 所以有洁癖的朋友慎重考虑 也是有解决方案的 就是勤洗澡 然后鸟笼放在比较通风的地方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人有呼吸道疾病呢 最好还是不要饲养 还有就是玄凤具备一定的破坏力 再就是配对比较麻烦 两只玄凤鹦鹉如果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话 不容易配对 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好下面我们来看和尚鹦鹉 和尚鹦鹉的体型和玄凤差不多大小 但是绿色的和尚鹦鹉体型稍微要比其他颜色的大一点 饲养空间繁殖箱和玄凤一样就行 和尚鹦鹉的长相真的很可爱 至于它的优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它在中小型鹦鹉里面性价比是最好的 既便宜又好看 还会讲话身体强壮 饮食结构简单 不挑食给什么就吃什么 我的和尚鹦鹉喜欢吃面条 每次我吃饭的时候都不敢放它出来 它会直接飞到盘子里和你一起吃 和尚鹦鹉的叫声不小很爱叫 但是我发现散养的还行 看点主人就不叫了 建议不要和其他品种混淆 尤其是牡丹会非常的长 和尚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而且很适合新手饲养 好我们来看西蜜鹦鹉 西蜜鹦鹉分好多种 我饲养的是红彩西蜜 体长的25到30厘米 它的体型跟和尚鹦鹉差不多大小 这种鹦鹉饮食结构比较特殊 所以饲养起来比较麻烦 它在野外是吃花蜜的 如果喂粉的话它会觉得很干 就会去喝水 喝着水还顺便能洗个澡 西蜜鹦鹉羽毛颜色确实漂亮 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喷粪 我们家当时每个礼拜都要刷一次墙 因为笼子是靠墙放 不过我听说可以调整饮食 稍微改善一下此情况 除了喷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叫声穿透性很强 和亚马逊鹦鹉有的一片 如果是在公寓就不要考虑了 西蜜也是有优点的 它性格活泼 非常喜欢玩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可以考虑饲养一只西蜜 它的互动性比和尚玄凤都要好 而且它说话的清晰程度比和尚强 但是没有和尚那么爱说话 它学口哨和电话灵音简直一模一样 根本分不出是电话还是它 所以如果你有大把时间陪它玩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饲养一只的 好了 常见的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来讲一种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小型品种 太平洋鹰 太平洋的颜色也是非常多的 由于它体型小 所以感觉配什么颜色都觉得很可爱 但是你别看它个儿小 它一窝能生七到八颗的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静 我经常在工作的时候放它们出来陪着我 不会捣乱 有一次我工作放它出来 它就在我手臂上站着一动不动起码40分钟 太平洋也没有什么特别致命的缺点 它的互动性不是很强 但是领地意识很强 和你不熟的情况下或者受到惊吓的时候 咬你没商量 太平洋和横班一样能不飞就不飞 典型的盘旋 但是太平洋和横班鹰舞比较起来 我个人比较喜欢横班 因为横班和太平洋一样的安静 而且我见过很多会学舌的横班 虽然没有中大型鹦鹉说的那么清楚 但是也能听出来他们在讲什么 横班的性格我特别喜欢 它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 做什么事情动作看起来都很慢 我个人觉得横班的颜色不如太平洋好看 横班身上的纹路更清晰一些 比太平洋更亲近人一些 但是横班有个缺点 那就是粪便比较稀 感觉像拉肚子一样 因为它喜欢喝水 喜欢吃蔬菜和水果 但是它不挑食 只要有水就行 基本什么都吃 也是属于比较好养的小型鹰人 而且非常适合家里有老人的朋友饲养 因为它真的很安静 而且攻击性很小 和其他鹦鹉在一起肯定是被欺负的小弟 至于光辉 结梗 玫瑰 这三种都属于草棵类的鹦鹉 玫瑰呢 体型比较大 和玄凤差不多大小 所以如果养玫瑰的话 空间按照玄凤配置就可以了 这三种鹦鹉我个人觉得不适合熟养 因为很难很难把它们养熟 就算从小养的话 它和你的互动的感觉啊 完全没有其他鹦鹉那么亲人 养着有点不太像鹦鹉的感觉 说白了就是纯观赏的鹦鹉 确实好看 但是养久了身体的颜色会变淡 有的从第三年开始就变了 所以你如果想养它们的话 要考虑清楚 不能因为它们变的不漂亮 就放弃它 至于它叫声可以忽略 很少叫 叫起来声音也不大 草科的鹦鹉相对其他鹦鹉来讲 都比较安静 如果你是不准备手养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好了 我本人呢 就饲养过这么多中小型的鹦鹉 也很想尝试新的小型鹦鹉的品种 如果你有好的建议 请留言告诉我 最后给大家提个想 无论家里养了什么宠物 都要记得注意卫生 定期消毒 避免宠物和人类互相传染疾病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